我上次和大家聊了一下台湾的人大代表蔡大人 我不想借此机会 俘获一些台湾的粉丝 结果靠背了 原来那几天风头都被高金树梅抢走了 所以今天大树重新一集 看看高金树梅 我站在中华民国2300万台湾人这一边的基点上 站不站住脚 同时我也想帮助陈院长回答一下高女士的这些质疑 昨天我对行政院陈院长做出了种咨询 今天民进党发布的声明 指引了我的总咨询内容 对于这个声明我不得不表示遗憾 直线的民进党竟然会拿着自己的问题 来掩盖中华民国主权的颜色问题 民进党的声明 说我的简报档案使用了简体字 说我是意识形态价值错乱的国会语言 高女士呛的对 人家用简体字没有毛病 这确实是人权 在这一点上 民进党用简体字去反模高金树梅 未免就有点失格局了 对吧 但是以我对高级粉红人格的人 所了解 他们有个共同特征 就是答非所问 本末导致 持续聚焦在自己的论点上 扯东扯西 让对手回复他的十万个为什么 以至于呢 让对方完全忘记了自己 最终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总咨询的简报档案都公布在我的脸书页面上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看 这份简报档案所引用的资料 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 还有英文 如果民进党认为资料引用的简体字 就是意思形态价值错乱的话 那么我引用美国智库文章的字体是英文 难道我就是亲美了吗 现在联合国网站的中文使用的也都是简体字 难道联合国也变成了意思形态价值错乱了吗 在我简报里面 所出现的简体字的资料 是有关日本和美国贸易摩擦的历史 在这些页面中的数据资料 我都注意了具体的出处 其中有美国国会的图书馆 美国汽车协会 日本通产舍工商业调查报告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这里我有没有意识形态价值错乱 大家大可以去何时预备 民进党也直问我 当国家面临关键时刻的决定的时候 我会站在哪一边 我在昨天的总执行里面反复追问的就是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台湾学人法案 中华民国政府要接受吗 这个美国法案据说要在9月启动 中华民国同意了吗 但是行政院院长 陈静人院长却没有回答过 外国法案要在中华民国启动 中华民国政府基于主权原则 没有立场吗 人家美国法案的问题 我想陈院长他也回答不了 对吧 毕竟高女士也说了 是据说 那对大家来说 都应该是听说而已吧 所以当民进党质问我 当国家面临关键时刻的抉择的时候 我会站在哪一边 我的回应是 我站在中华民国这一边 我站在2300万人民安危的这一边 对于行政院陈静人院长 把我的总咨询内容说的是 以美论 我觉得不可思议 民主社会意见多元 本来就是常态 台湾社会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了一个 不可以怀疑美国的社会了呢 质疑美国当然可以 但是有一天你回红社会了 你会不会也说 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变得 不可以质疑他自己了呢 民主社会回归大陆以后 不就变成了具有红社会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吗 我想啊 正因为台湾人可以怀疑美国社会 所以高女士才有机会在这里反驳当局的人 是吧 如果回到红社会 没有机会说话的人 应该是陈院长 如果真的可以回归大陆的话 看这阵势 台湾人大代表现在已经有了 是蔡大人 对吧 还差个台湾特首 我想 美国要求进口莱夫 搬走台积电之后 美国国会接着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国防授权法 还有台湾学人计划 民进党政府不是也跟着弱实延长兵力 买地雷 天武器 还预告了全民防卫动员法 现在连美国的东亚 干药库都要依照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放在台湾 台湾人民难道不能够责问和怀疑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民连最起码的怀疑的权力 都要被剥夺了呢 我作为中华民国立法院 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我当然应该负责任地表达人民的疑虑 咨询政府对美国一系列 对台政策的态度 我希望政府能够明确地做出说明 民进党认长 到现在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外国法案在中华民国启动 中华民国当然就要有立场 那既然高女士站在中华民国 这一边的基点上来讲 她应该是把中华民国 当成一个国家的 对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红社会要打 台湾人就要防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决策 对吧 所以她前面说的 执政党掩盖中华民国的主权问题 就是一个奇怪的逻辑 因为你现在代表的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中国 所以执政党没有掩盖中华民国主权的问题 反而按照高女士的主权问题去理解的话 她提到的主权 应该说是中国主权 而不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你说一个国家的执政人员 她连主权都搞不清楚 那我想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呢 我站在中华民国2300万台湾人这一边的论点上 是有点跌脚的 前后太矛盾了 那最后呢 我想说 小粉红呢 总爱颠倒是非黑白 就像某人说 民主社会难道不能质疑美国吗 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变成 不可以质疑它了呢 那反过来说 你回归了 不就剩下质疑美国了吗 那到时候 你会说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从此就变成了台湾特别行政区 那高女士还是高女士 可陈院长还是会陈院长吗 那这个问题呢 就像是红社会要打台湾 很多人主张 我们要回归了 才能保证我的安全 但是前提是你要搞清楚 是谁发动的这起战争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回去 这个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不是吗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恐怖的故事 因为 有钱可以让人变成可怕的鬼 最恐怖的是 他还会讲人话 还依旧披着人皮 那我想陈院长呢 之所以不回答某人 也许是因为某人的问题太多了 刚解决完这个问题 又会延伸到下一个问题 因为他有自己的标准答案 也许呢 是因为陈院长已经无语了 就像高女士认为 民进党用简体制 来质问他意识形态输出 是一样无语的 那我觉得简体制 不一定是有意识形态输出 也有可能是表示支持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